各位同学,大家好。 昨天,澳洲金宗学会也是第一次主办这种根土著 一部交往的一个聚会 过去没有这个经验 但是办的总算是很成功 我们大家都很满意 来宾们,有联邦政府、州政府 跟我们地方政府的官员、议员 还有各个宗教的代表们 大家看到,心里面都很欢喜 我听到的时候都赞叹的声音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 交通的便捷 这个地球确确实实是变成地球村 同住在一个村庄上 人与人的关系自然就密切了 唯有交往、沟通 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地区和平共存 如果是彼此不往来 像过去 过去确实是交通不方便 因为资讯不发达 信息传递非常缓慢而且困难 山川海洋的足颗 自然就引起了互相的猜疑 由于猜疑 这才引起很多误会 更严重的就引起战争 天灾人祸 都是从贪嗔痴疑邪尽里面产生的 佛家讲的 尽死烦恼 不仅是人为的灾难 自然灾害也是起因于此 所以佛教导我们 熄灭贪嗔痴 勤修皆定慧 把这个不善的因缘断掉 不善的古报自然就消失了 这个道理 世间人很不容易体会到 科学技术又发达 这个世间人呢 对于神圈 越来越淡薄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有没有鬼神存在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鬼神有没有权力干涉我们 这个话不是完全肯定的 在佛经里面讲 在佛经里面讲 鬼神无权干涉我们 鬼神也是一类众生的 所以既胸或福 实实在在讲 是我们自己造作善我业的感召 这是真的 佛在经里面跟我们讲真话 鬼神呢 那充其量不过是个外语人而已 像我们这个社会上 制法的人 方管 刑警 警察 人民不犯罪 他们一全干涉的 你犯罪了 他才会干涉你 鬼神里面也有一类制法的 类似这种情形 所以科技发达了 是否定这个鬼神 这是错误的 这是观念错误 我们肯定它的存在 但是我们也肯定 极胸或福 是善我的业感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世尊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 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 纯善无我 他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那个地方的人没有造物的 不但没有造作物业 其个物业都没有 所以叫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也不是佛菩萨造的 也是大众啊 业力感造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能不能把娑婆世界变成极乐世界 这是肯定可能的 只要这个世界的人 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心向善 那么佛 在十三一道经里面 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开始 这段话呢 在第五面 我们这个小侧子 我们这个小侧子 第五面 这个也打断 龙王当之 菩萨有一法 能断一切诸窝道苦 一切诸窝道 除三窝道之外 三善道要比其四圣法界呢 那也是窝道 四圣法界要比一真法界呢 它还是我道 那么由此可知 从相对的方面来说 十法界都是窝道 这里头都苦 六道里面 诸位都晓得 佛经里面讲的 我们有苦苦 坏苦 行苦 大臣经上唱说 三界痛苦 四圣法界 阿罗汉 辟知佛 菩萨 他们有没有苦呢 有苦 他们没有明信见信 换一句话说 无明烦恼 一瓶都没破 他也苦啊 他破一瓶无明 这一份法身 超越是法界 超越是法界 于诸佛如来 做同身性的菩萨 这才真正叫利苦的路 所以此地讲的一切诸悟道 就能把十法界全包括进去 那么菩萨这一法 我们就要注意了 何等为一 位于昼夜常念 思维观察善法 这个要紧 我们要想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是法界 这一段开始比什么都重要 此地讲的善法是一直灌上面的 就是昼夜常念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这一夜是决定不能间断的 日夜不能间断的 常念善法 你的心善 我们怎样修心 思维善法 我们今天讲的思想 其心动念 其心动念都是善法 决定不会落在我法里头 观察是行为 观察自己 观察一切众生 这个观察 是多方面的 六根 接触六成境界 都叫观察 都是善法 令读善法 念念增长 这叫修心 这叫功夫 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 不容好分不善夹杂 我们修心 常年了一夜 受不到效果 功夫没有进步 所以说功夫不得力了 原因在哪里 就是夹杂着我法的里头 夹杂不善 所以这一句很重要 能不能成就 关键在这一句 如果还夹杂着不善 成就就难了 夹杂不善里头 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自私自利 这是我们的病根 我们学佛不是今天 现在开始了 无量界就修了 无量界的修学 今天还搞成这个样子 什么原因 修习一切 一切善法里面 夹杂不善 现在我们把这个原因 找到了 如果能把这个原因消除 我们这一生当中 我们这一生当中 决定成就 消除这个原因 就是修行 真正一修行 客服自己的烦恼 我们在这里做功夫 我们在这里做功夫 常得亲近 诸佛菩萨 进入身中 这话是真的 一点都不小 只要 只要诸佛永断 善法圆满 无量无边 诸佛菩萨 就先起来 介于圣众 是指披之佛 跟阿罗汉 以及 这些圣众 视线的种种不同的 硬化身 那么要问 诸佛菩萨 基于身中 在哪里 就在我们学界 我们今天所看 接触到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万物 无疑 不是诸佛菩萨 化现的 就跟华阴金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的境界 完全相同 我们今天见不到 是因为 夹杂不善 太多 六根混淆 六根混淆 言 视耳不计 耳听耳不闻 我们过时在这里 不是诸佛菩萨 不现前 诸佛菩萨 永远现前 从来没有见断过 所以我们必须要除自己的 眼目中之意 现在人家 把这个除掉 你就见到了 你也能听到 你也能够结束到了 那么善法 恶法 如何区别 佛杂神经也告诉我们 为人天生 门于处六道 你来生能够得人生 得天人生 这是好事情 你不夺三我到我 那至于朝夜六道轮回 你得阿罗汉神 你得菩萨神 你得佛神 这就叫善法 换一句话说 你来生 连人天生都不能得到 这个法就不善 佛在经常告诉我们 贪令 得阿罗汉神 成会 嫉妒 得地狱神 愚痴 得出神神 傲慢 得修罗神 这个神不好啊 得这个不善的神 那个业因就不善 所以把善悟的标准 跟我们说出来了 这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学书 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 而是四师真相 而是四师真相 佛所说的 全是四师真相 这个善悟 这个善悟就是十三夜道 十三夜道的反面 就是十卧夜 十卧夜的狗暴 三土 地狱我归出生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境界 没有别的 转悟为善而已啊 决定要做到 永离杀神 不但对于一些小动物 蚊虫 蚂蚁都不杀害 你杀害一切众生的念头 都要把它断尽 我没有杀害一切众生 但是杀害众生的念头啊 还有 那你就是掺杂不善 我不偷盗了 可是偷盗的念头还有 你也掺杂不善 偷盗 我讲了很多次啊 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 都是偷盗 所以一定要说不实 要肯帮助别人 这也是一切众生严重的烦恼 佛法里的常数 六道受生的意音 就是淫欲 淫欲不端 我们决定不能出六道轮回 我们在六道里头太久了 六道太苦了 如果不再想搞六道轮回了 这六道轮回 根本的意音 不能不断了 让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意音 念佛 所以是念不宜 不生净土 净土必须的一项根 心灭贪嗔痴 勤修皆定慧 这一句佛号就圆满了 这一句佛号就圆满了 这个诗生三叶 借着口意 望于两时悟口气 一叶贪嗔痴 贪于称慧邪戒 邪戒就是愚痴 这十种一 能够永离 叫十善 如果居足 叫十窝 六道十八戒 是这么形成的 我们要懂 要牢牢记住 祖师大德常想 爱不重 不生缩婆 那是爱欲 命不依不生净土 这真叫一语道破 事出事发的给予 我们要想超凡入善 转悟为善 转迷为悟 关键 独三四地 世界 一定要把它看破 虚假的 不是真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包括我们身体 都不是真的 都是无所有不可的 何款身外之物 所以在这个世界 无论对哪个法 乃至于对佛法 绝对没有谈恋 佛法 也是因缘所生法 凡是因缘生法 都是当体借空 了不可的 精干精上 佛说得好 法上因时 何款非法 那个法是佛法了 佛法都要永离 何款世界法 这个永离 不是叫我们拒绝 离开它 那你意思搞错了 绝不把它放在心上 四没关系 四四无碍 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决定不要放在心上 心里头要有力 中文的话 所谓 不要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就是这个意思 心里头决定美 心里面充满智慧 充满了慈悲 慈悲跟智慧 实性的 自信本具的 要把自信本具的智慧 慈悲 发扬广大 普度众生 这叫心菩萨道 过佛菩萨的生活 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大圆满 我们这次 回到布里斯文 没有安排奖金 这几天 跟着我来的 有几位同修 我们想在这个地区 多配一点外景 将来在奖金 落相带里头 传场 使这个画面 浩泼一点 对此来做这个工作 所以利用这一年短短的时间 跟同修们见面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要做佛道 不要做摩道 现在西方人 鼓励 赞叹 叹诚止 鼓励 叹诚止 赞叹叹诚止 他们说 贪婪 是这个社会进步的动力 人都不贪了 社会就没有进步 你们想想 这是什么道 鬼道 地狱道 畜生道 他们走的是这个路 我们今天要走佛道 要走菩萨道 知道他们的观念错误 那不是正法 在《楠言经》上讲的 邪思说法如横祸河沙 佛想一点没错 鼓努力贪嗔痴 推动贪嗔痴 那这些人就是邪思说法 我们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的生活方式 决定要遵守古神仙仙的教会 决定不会错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再次的凌云 让我再次听下来 我再次听下来 我们就听下来 我们就听下来 我再次听下来